是未来三年大家都要面对的巨别 一个是亚马逊万人大财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OpenAI万亿筹备上市 大家都应该已经知道了 但这两件看上去关系不大的事 带来的影响会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这两家不仅代表了 超级资本大厂的形式作风 它也是影响未来社会经济走向的行业代表 先给大家一组数据 Stanford AI in Tax 2025里面的数据 美国2024年AI投资金额大概是1090亿美金 中国大概是93亿美金 但全球企业对AI的总投资达到了2500亿美金 所以未来三年 时代走向和我们的整个就业结构 随时随地会发生巨大变化 我接下来就通过两件事和大家仔细分一下 并预测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行业结构 不管会不会发生 咱们有准备总是好的 新闻里出现了两个看起来完全相反的画面 一边是硅谷老牌科技企业大裁员 亚马逊首先吹响号角 第一轮裁员高达1.4万名员工 而且很多人是被短信通知的 主要集中在中后台下重复型的这些白领岗位 人力 设备 运营和部分AWS 就是亚马逊的云计算公司 这些岗位是更容易被AI替代的 有媒体说是3万 3万其实是公司目标 看明年第一季度的业务进展 但其实亚马逊今年截止到三季度 业务是超额增长的 主要的压力是来自于资本效率地下和AI 和云业务远落后于对手 所以剩下来的1.6万人是稳裁掉的 亚马逊要把大头的钱投到AI 机器人 电力 算力 云计算这些技术设施上 但是亚马逊反手又招了25万的零始工 来保旺季业务 所以如果一切顺利 正式员工的猜测 我估计不止3万人 这完全不是简单的降本增效了 说明什么 好 另外一边OpenAI被爆出来 筹备上市 最早2026年下半年 就有可能向监管币文件 目前坊间讨论的筹集资金的区间是非常高的 估值上限已经被传到万亿级美金的体量 但有可能还要调整 资本市场是愿意为它未来的这种算力租赁 和客户模型订阅的流水提前付一家的 所以大量巨头资本会进入 好 听着这两个典型代表 一轮也是互相矛盾 但它其实是同一条曲线的两端 人根资本 亚马逊的大裁员说明不是经济不幸 业绩不幸而采取的降本生效 根本上是新时代结构性的大调整 很多人已经没有机器人和AI顶用了 所以预算就不批了 流程也调整了 大部分中间层的白领岗位 甚至高层会被AI替代掉 这个速度会远远快于岗位需求的速度 这已经是不可逆的大趋势了 大家明白吧 正好 OpenAI的上市筹备 那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二级市场要把AI定义成公共基础型事业资产 就像电力云一样按容量定价 这是超级大的声音 但有人会说AI是最大的泡沫 我觉得不会是 为什么 因为AI产业既是历史上 那个第一代的iPhone 也是未来世界的石油 是石油不是黄金 大家仔细左眸一下 所以它就产生了算力能源数据 这条新时代的价值链 全世界现在所有的钱方向全部变了 同时大量的这些钱因为要投资AI 必须前置化 资本一定会往什么地方 往能扩容的地方 就是少数平台和挖头集中 进一步挤压中小企业的创新和融资空间 简单点来讲就是有钱的会更有钱 小公司很难存活 因为钱和发展还轮不到很多行业 同时机构预测 美国数据中心用电到了2028年 可能翻三倍 占全美的用电量6%到12% 全球范围的涨幅是接近一倍 所以资本开支和电力供给 将成为大国政治经济议程的核心议题 这些巨大变化 给我们普通人的就业市场 会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我们先来看两组数据代表 第一个 首先生成是AI助手 接入到客户行业区别 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效单位产能高了15% 这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大部分企业都想少招甚至不招人 在这里我说一下我们自己所有的客户 今年的目标就是用AI进行流程化的制定 然后进行大财源 第二 2025年从全球样本来看 会AI的岗位有50%左右的什么薪水移价 但是传统型白领岗位会全面坍塌掉 会被AI大面积替代 这个已经公开化了 但是未来一到三年代中后台白领岗位会被抹掉50%以上 你相信我相信的 这不是玩笑 举个例子 就像电脑刚出来的时候 不会打字的人 公司坚持不要的 那好 在未来一些AI技能 它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 而是基础性技能 所以目前像客服支持 内勤 基础法务 基础财务 招聘 应允 内容生产 各类设计师 程序开发 产品测试 甚至很多传统型的高阶管理人员 这些人 和大模型和AI技能天然重叠 所以一定会被调整优化掉 所以很多企业一定会出现 校招暂停 五招冻结 简缘优化 来形成降本增效和优化结构 而且既能跟学历形成断裂 企业主 现在要的是能管控AI工作流的负荷型人才 才给高薪水 传统学历门槛下降 岗位描述更新速度会非常快 大部分公司一定会出现 基础入门岗位坍塌 综成一半以上被压缩掉 然后少量精英 加大量项目是合同工的这种 雅零石结构 所以大家自求多福吧 然后我们再来说蓝领领域 蓝领 这个领域不像上面是单向下滑 而是两极分化 更加明显 特别是在大型工厂里 做那些高重复 低变动的装配 或者分减工作的 会被大量的AI工业机器人 和计算机视觉持续替代的 特别是在大的电商平台 和3PL的这种物流企业 然后各类自动化机器人的数量 和人力规模已经形成了什么 接近了 这几年这些地方的人均电池 快速下降 和工业机器人密度 整整翻了7倍能看出来 所以亚马逊工厂的工业机器人 已经达到了百万级别以上 但是同时大家不要觉得 蓝领只是一些普通工人 但其实不是的 在未来AI算力和能耗 非常强的需求情况下 和它强相关的技术蓝领工作 会非常受欢迎 特别是跟什么数据中心 新能源强相关的工作 电工 弱电 制冷 夜冷 并网的这种调试 预防 维护 然后分电运维这些 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和机器人相关的 大量新工种会出现 比如亚马逊说 机器人规模已经达百万 但是高精力行的 协作型蓝领技术人员 还有缺口 特别是需要照顾机器人 这种保姆型工种 比如现场的集成装机器人 设备技术修机器人的 预防维护 机器人护理 数据监测回发 机器人医生 也就是说 设备和能耗的蓝领技术协作者 是未来的工作大趋势 也有可能成为一些教育的趋势 最后才是复合型工种领域 也就是说 你既懂一个行业 又懂AI 还会操作 把AI并在业务里 变成可交付的一种状态 最次项的岗位 一定是AI贴近 业务现金流的岗位 比如AI产品运营 自动化方案架构 各行业的AI自动化顾问 数据流程产品 既能讲业务 又能把流程变成 就标准化交付 这些岗位 在现在各个国家 招聘的数据里显示 只要是有AI技能的 并AI技能更新快乐 和更高的薪水 一大夸购 所以最后 我为大家总结一下 AI的前置资本开支 模型 算力 数据中心 这些会继续挤占 传统人力 和通用流程的大量预算 60%到70%的企业 一定会人效再分配 就像亚马逊一样 第二 算力 能源 基础设施 变成未来就业的 新三驾马车 是未来新的 就业三驾马车 第三 岗位分计划严重 AI暴露高的岗位里 技能和薪酬 加速分化 会用会管会编 AI工作流的人 会拿到更高的薪水 更高的溢价 不会的人 会彻底边缘化淘汰